嘿我是Hennycan 歡迎回到我們的鴛味生存 大家新年快樂 那在上一集的時候 我們用幸運稿把所有的鑽石原礦 還有青青石原礦全部給他挖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應該青青石和鑽石都不會缺了 應該可以盡情的揮霍了 像我們要附魔什麼 隨便給他附啦 那在今天這一集 我們又要來做之前我們做過的事 就是打這個凋零王 在這一陣子的時候 我收集了非常多的凋零庫爾托 這次我又收集了13顆頭顱 那每3隻可以打1隻 所以我們這次可以打4隻的凋零王 那我們可以獲得4顆地獄之星 還記得我們那次打完之後 我們做出了兩個瘋火台 那這兩個瘋火台是都放在這 我們這邊還缺3個 這樣效果才會全部滿 以及我們初始連的島嶼我們還缺了一個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是可以把它湊起來的 還記得我們上一次在打這個凋零王的時候 非常的蠢 其實前面兩隻是正常的打完了 非常的順利 但最後一次我們原本要用這個雞炎 把它困住的方式 讓我們無傷打這個凋零王 結果我失敗了 呵呵 最後他就飛走了 不過最後還是打完了啦 那一集守不完之後 就有人來跟我說 要怎麼控制住凋零王 要怎麼把它成功的塞進去那個雞炎裡面 所以在今天這一集 我們要來嘗試一次這個雞炎 把這個凋零王困住的方式 那這次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應該啦 呵呵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 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可以先幫我在這邊下方點個讚啦 喔也可以來留個言 跟我收一下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系列喔 我們每天下午六點半 都會更新留言生存 記得一起來跟首播喔 那還記得之前我們其實已經有準備了一個弓 那這個其實也不算特別準備啦 就是我們之前這個枯弓塔掉的 那後來我稍微合了一下 變成強力4和耐久3 接下來我想要把它弄成一個完美的弓喔 最高可以到強力5嘛 那當然還可以再附像什麼衝擊啊 衝擊就是擊退效果啦 還有火焰效果之類的 那修補我也會順便給他附上去 我們就全部給他丟上去 讓他變一把盡量完美的弓啦 這裡的話我有看到一把這個是 強力4 衝擊2 耐久3 我們可以這樣把它合起來 這樣他就會有強力5了嘛 然後我其實在之前附的這些附魔書裡面 我有找到一本衝擊1 然後就沒有其他衝擊了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也要來去看一下 這個村莊有沒有這個衝擊的附魔書 這個我倒真的沒有認證的去看喔 所以我們前往村莊一趟吧 好啦 我們來到村莊啦 那這邊的話我想要先跟他來換個修補 修補附魔書 這樣子的話我們這個弓才不會壞嘛 然後再來就是要來看一下 他有沒有衝擊的附魔 應該是會有啦 我看一下 有有有真的有真的有 這個也是衝擊1 好我看一下喔 兩本衝擊1 就可以變衝擊2 然後衝擊2再配這個 應該就變衝擊3了對吧 那我們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 我記得上面我有放一個鐵針 這裡也有這裡也有 那我們要把修補給附上去 然後再讓他吃經驗 所以我們要先到經驗塔去 OK 動身前往經驗塔 這個鐵路這樣搭過去 非常的快速 一分鐘內就到了 超爽的 好啦來到經驗塔啦 那我們第一件事應該是要把他附上修補 對修補給他附上去 再來是把這個東西經驗吃滿 然後再來給他附上其他的效果 我們應該要先把他跟這個東西合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把它疊在一起 再來是我要把火焰附上去 衝擊附上去 衝擊先把他變成衝擊2 再把他跟這個火焰合在一起 然後再這樣子用上去 這個能力不夠 我們來查三等 他衝擊沒有變3 所以只能到衝擊2 好吧 剛剛應該先看了 好吧 原來衝擊只有到等級2 沒關係 那我們就在這邊吸一下經驗值吧 話說有關於這個經驗修補的效果 我們現在是全到經驗修補 我到後來才發現 原來他在1.16版本的時候 效果更改過 經驗修補他的效果是 你試到經驗的時候 當你的裝備有修補 他就會把這個經驗值 丟到這個裝備上面對不對 但是 假設 在之前的版本 1.16更新之前 假設我們現在身上4件都有修補 然後我們手上是空手好了 像這樣 我們手上是空手 那當我們吃到經驗的時候 他就會隨機選擇一個裝備 應該是說會隨機選擇一個有修補的裝備 然後再去判定說 這個裝備 他的耐久度有沒有滿 那假設他判定的這個 假設他判定的頭盔 那頭盔耐久度現在是滿的話 那這個經驗值 就算其他的裝備耐久度沒有滿 他也會直接跑到我們的身上來 這是舊版的這個判定 但是到1.16版本之後 修補的效果改成了 他只會給這個耐久度有下降的裝備 所以不管我們現在身上穿幾件 我們都是會優先丟給這個經驗修補的裝備 而不會跑到我們自己身上 這個是我最近在修裝備的時候才有發現到的事情 還滿有趣的 如果沒有這樣子看的話 我還真不知道1.16有改這回事 哈哈 畢竟我1.16沒有玩原味生存 有沒有 也還好我有回來玩這個原味生存 不然我可能再玩個一兩年 我都不知道有改這回事 這個經驗塔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我平常修裝還是要幹嘛都會過來 OK12等了 你看站在那邊就有經驗值 連動都不用動 我們把這個東西給附上 基本上這個應該是只有附到火焰而已 沒關係我們就附上去 那基本上應該已經算是完美了吧 應該沒有其他可以附的了 還有一個附魔是專屬於弓的 那個附魔是無限 無限的話它只能附在弓上 可是它跟 呃礦車跑掉了 它跟這個修補效果是互相抵刺的 所以沒辦法附在銅銅把上 這樣子應該是最完美的吧 如果缺什麼的話大家可以跟我說一下 話說有沒有人要來幫武器命個名的 我們上一次有做這把是專門打凋臉的劍 然後這次做了這把弓 有沒有人有興趣來命個名的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個言 如果有看到我還蠻喜歡的名字 我可能就會把它挑選出來 然後附在這兩把武器上面 這樣子 一把是這個不死克星5的玉髓劍 然後一把是這個最強的弓 火焰弓 其他的裝備的話 我們之後湊齊全套玉髓的工具再說好了 我這幾天都沒有在挖這個玉髓 其他東西我們之後再說 我們先附這兩樣武器 那接下來我們先去拿火塞 然後前往終界去嘗試一下 把它塞進紀念裡面 好啦來到終界了 那我這邊是有準備黏性火塞 控制桿 可以讓我們控制一下這個火塞壁的推動 那我可能要先來挖一個方塊 那我們上一次在用這個窒息的方式 要把凋臉卡進去的方式 我上一次是直接給他平躺的方式放 結果後來發現 原來是不需要平躺的 那什麼東西要平躺啊 有點忘記了 我記得有一個方式好像要平躺的召喚 現在突然間想不起來 最後再看看吧 然後我原本的思考方式是 我要讓他卡在正中間 那這個方式也是錯的 他不是要卡在正中間 這個柱子會影響到 他沒辦法往上推 他沒辦法讓他塞進去 我們必須要這顆機眼上 這裡 這一個 是沒有方塊的 那因為傳送門他有個特性是說 這個終界龍啊 還有這個凋臉王 他們是Boss 然後他會沒辦法透過這個 傳送門去做穿越 所以他會 就是當作是空氣方塊啊 那我們只要在這邊 就是往中心偏移 只要上面是傳送門的那一個就可以了 這邊我們就可以召喚這個凋臉王 等一下還不能召喚 我還沒放火塞 北溪喔 差一點 差一點有北溪了 然後我們這個黏性火塞啊 我們不能直接把它放在這個 像我上一次好像是直接這樣放 上一次這樣子的方法是錯誤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 在我們召喚的這個凋臨啊 他不是過一陣子會爆炸嗎 那他爆炸的時候 就有機會把這個東西給破壞掉 所以我們這裡要先放一個方塊 然後再放黏性火塞 這樣子的話才會 可以保護到這個火塞不會破壞掉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樣把它推上去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現在我們直接召喚 然後往上推 欸有沒有他頭其實已經卡進去了 那等一下他爆炸完之後 他就會整個跑進去 然後這邊頭會 欸等一下 嘿咻 喔對對對我想起來了 他頭上面還要再給他 卡一個方塊 這樣他才會飛不出去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在這邊非常安心的砍他 然後我們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你看他整個身體幾乎都進去了 只是因為他的腳 超可愛的 然後他頭就會在這邊露出來 如果我剛才沒有擋這個方塊的話 他就會直接飛出來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欸對我就是要來試試看 讓大家看一下沒有放會有什麼彩劇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才要去用弓的原因 然後你看有沒有 超輕鬆 超輕鬆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幾乎無傷的去打這隻掉令王了 那如果我們沒有放上面的那格方塊呢 欸我們先把這個擺好 然後把這個拔掉 我們如果沒有放那格方塊的話 直接這樣回 我們先把弓準備好 那等他爆爆炸爆炸爆炸 有了然後這樣子射一下 你看他就飛出來了有沒有 我們只要讓他攻擊到一下 他就會飛出來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子 我們上面要給他一個方塊去阻擋他飛行出來的狀態 射他射他射他 這個我應該不會掛掉吧 我這次沒有帶精靈果的欸 有了 他半血了 半血的話只能近戰 我們這次一樣是boost特性5 所以應該很快 水啦 他說火焰劍應該是對他沒有效的吧 等一下我有吸到嗎 喔有有有 我應該不會死吧 兩顆星兩顆半 有嗎 有死嗎 沒有兩顆兩顆半 好像好像活著 應該可以吧 還有幾秒 21秒 這個凋零真的超久的 應該是不會死吧 我應該可以很安靜的去做下一件事吧 應該可以吧 應該沒問題吧 你應該不會這樣子鬧我吧這個遊戲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這遊戲應該很愛我的對不對 對不對 這遊戲很愛我的對不對 應該不會讓我死吧 有啦這遊戲很愛我啦 哈哈哈哈 這世界是愛我的 等一下我又忘了要放放快 等一下等一下你還不要爆 OK好你可以了 我又忘記了 好啦 蹦 然後敲他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非常快速攻略他 我們之後的這些 凋零骷髏頭 這個凋零王 我們都會這樣子把他攻略掉 你看多輕鬆啊 超快速欸 哈哈 然後其實凋零王還有一個特殊的產物 叫做凋零玫瑰 這好像也是新版本的東西 不知道是哪一個版本 我沒有特別去記 那凋零玫瑰它有個特殊效果 就是我們站在上面的時候啊 會獲得凋零效果 那這樣子的效果 其實可以做很多的特殊機器之類的 那包括可以做一般聖怪塔的擊殺 那也可以來去做凋零骷髏頭的塔 所以之後我應該會來蒐集一下這個凋零玫瑰 那這個 凋零玫瑰的生成方式呢 就是我們要去讓這個凋零王 讓它炸死某種生物 任何一種都可以啦 讓它炸死任何一種生物 那基本上都會掉這個凋零玫瑰 那我們應該會來蒐集一下 不過今天我們就先把這些頭給打掉吧 之後我們再來啊 因為我目前有個想法就是 我要用小雞 也有人跟我說啊 這個小雞啊 它可以用雞蛋生成嘛 我們投擲雞蛋的時候有機會生成小雞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在這邊 這樣子把這個凋零王給困住 然後就對它投擲雞蛋喔 然後生出小雞啊 它就會被這個凋零王炸到嘛 那如果有死掉的話 我們就可以獲得凋零的玫瑰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做了這把 幾乎是完美的弓 應該是沒有缺什麼附魔啦 然後以及 打了四隻的凋零王獲得四顆地獄之星 接下來我應該就會再去多弄四個瘋火牌 然後三個放在這兒 一個放在初始點的島嶼 這樣我們效果應該就滿了吧 至少在我們家這裡也是滿的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幫我把這個武器命名的 我們目前只命這兩個 一個是不只顆星5的玉水碱 一個是這個幾乎是完美的弓 如果有興趣幫我把這兩把武器命個名的話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希望它叫什麼樣的名字 那基本上我會選擇一個 要嘛我最喜歡的 要嘛是彈數最高的名字 來把它附在這武器上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艾利根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